一是某高级会员酒吧 舞台上的美女静歌热舞 台下的帅哥得进得高声欢呼 场内气氛好不热闹 某包间内 叶宇萧搂的旁边的小丝 举着手机和朋友炫耀 早和你们赌过 三个月内我一定搞定他 说完还扬着手机给朋友看里面的照片 光从照片看就能知道两人关系不一般 暧昧的贴贴动作让人看着都脸红 一个穿着像爆发服的朋友 看着照片里面熟悉的脸庞问 这不是最近刚红起来的小明星反景吗 长得是挺俊俏的 但听说脾气大得很 你居然那么快就把人收拾服帖了 听完朋友奉承自己的话 叶宇萧一边摸着小丝白嫩的脸庞 一边摇着红酒杯谦虚的说 还没有完全通关呢 不过也快了 大言不惭地举着红酒杯沁 这个组我一定 志在必得地抿着红酒道 反景 我会让你心甘情愿成我的人 时间回到三个月前 反景坐在急迟的车里 正在赶去试镜的路上 助理跟后排探剧本的反景说 看着绿灯 本人真的熟悉着剧本的台词 纵作和走位 也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对助理说 至少全力以赴 也没什么 话还没说完 前方就出现了一辆跑车 助理被这突然爆出来的车下的脸都黑了 用尽毕生所学 还是没能躲过两车相撞 反景头部受到了撞击 拉开车门下车 安慰助理道 别慌 我没事 红色跑车的车主此时也下了车 拿下墨镜对反景道歉 抱歉 抱歉 忙着回消息没看红灯 反景没好脾气的说 开车不玩手机这是常识 说完就检查车辆 发现不能再开了 叶宇潇探着反景精致帅气的脸 惊叹到真是个美人 就算是生气眼睛也这么漂亮 笑起来的时候应该更好看了 反景对身后的助理说道 你留下来处理 我自己去试镜 叶宇潇出声打断反景的话 我看你下车的时候还晕了 不先去做个检查吗 反景没好气的回答 这位先生 车祸的事情你和我助理对接 其他的事与你无关 脸皮厚的叶宇潇撩开反景的头发 露出被撞伤的伤口说 怎么能说跟我无关呢 这么漂亮的脸都被撞伤 你要去试镜吧 带着伤口不行 着急去试镜的反景 没有感受到自己有受伤 叶宇潇说了一句等我一下 顾一会就拿出一个急救药箱 想帮反景处理伤口 反景有点不好意思的回答 谢谢 我可以自己处理 我车上也有一药箱 叶宇潇表情严肃的撕开急救用笔说 或是我闯的 不亲自帮你疗伤不行 反景也不习惯和人接触唯有拒绝 叶宇潇放低姿态 以为违级的巴巴说了一堆 反景看着搭了个耳朵 楚楚可怜的叶宇潇 心想 怎么搞得像是我在无理群那儿 有点不忍心红着脸说 随便你吧 得到允许的叶宇潇高兴的拿着酒精 动作轻柔的给反景处理伤口 反景红着脸不敢直视叶宇潇 忽然叶宇潇在反景耳边说 你长得真好看 我对你一见钟情了 反景被这突如其来的倒白褶 有点懵 贴开头问 你说什么 叶宇潇不好意思的回答 啊 我刚从国外回来还不太习惯 如果有冒犯到你了 我道歉 反景满脸无语响 话都被你一个人说完了 我还说什么 不一会伤口就处理好 反景随口说了句谢 叶宇潇给反景来了个车 东不客气的问 如果要谢的话 能不能给我一个联系方式 或者把我的留给你也紧啊 反景推开叶宇潇靠近自己的身体 转身向自己受伤的车走去 叶宇潇看着逃走的反景响 谢背心还挺强的 越来越有意思 眼看着试镜的时间就要到了 助理自责地说道 景哥 这附近太难打车了 再这么耗下去会赶不上试镜的 叶宇潇帅气的只是自己身后的车 对反景说道 上车 我送你 反景不想和叶宇潇有交集 拒绝道 不用 心想这个人太难打了 不能再和他扯上关系 两人推散了几个来回 反景最终因为时间快来不及就走前了 无奈还是上了叶宇潇的跑车 叶宇潇手机屏幕显示着和爆发过朋友的微信对话 叶宇潇拒绝了朋友的提议 载着新目标及时去试镜路上 然而反景对此一无所思 好了 我向你道歉 别生气 太阳花酒店 灵狐传剧组筹建地 反景景感慢感还是迟到了 被工作人员拦在门外 非常抱歉反景先生 您迟到了15分钟 中导对讲究规矩 无法让您参加试镜了 反景询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通融 工作人员表示很遗憾 失落的反景呆呆地站着愣在一旁 一只手搭在他身上说 先别着急失望 这不是还有我在吗 叶宇潇趁人之危在反景耳边说 如果你能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就帮你解决这件事 怎么样 反景拨开叶宇潇的手冷眼回道 你想威胁我 叶宇潇调戏地抓着反景的手说 我想帮你 一旁的吃瓜群众吃笑道 嘖嘖嘖 因为迟到被直接刷掉 故意的吧 人家觉得自己身份高贵 得压轴登场了 切 什么作品都没有 架子倒挺大 反景听着这些刺耳的声音满是失落 甩开叶宇潇的手转身离开 身旁的工作人员也落井下石道 这个时候还迟到 活该 话没说完就被叶宇潇二傻子式的眼神给震住了 随后叶宇潇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 为了这次试镜准备已久的反景还在傲脑伤心 工作人员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终于找到您了 不好意思 是我之前怠慢了 中导请您参加本次试镜 反景喜出望外 迈着欢快的步伐跟在工作人员身后 来到门口发现叶宇潇正靠在门口和他打招呼 反景不想理会想直接侧身越过 却被叶宇潇挡住了去路 叶宇潇抓着反景的手条戏道 您好冷淡啊 连句谢谢都不打算说吗 虽然猜到是叶宇潇帮忙 还是冷漠回答 我没让你帮 你也别想借此对我提要求 看着反景越过自己 叶宇潇想应的不行那就晃得软的 随后伸手把反景搂在怀里解释道 之前跟你开玩笑的 咦 怎么脸这么红 反景生气的拿开叶宇潇的手冷淡道 我跟你说过 别靠我太近 随后转身进了视镜间 叶宇潇心情很好的哼的小曲 心中暗自盘算 下次可就不会轻易放你走了 叶宇潇在大厅听到有人议论 不知道是有什么后台 怎么又让他参加了 某人不懈的回答 那又怎样 这种靠脸才有点灵气的花瓶 中导能看得上吗 听到有人说反景坏话 叶宇潇出声道 今天辛苦你们白跑一趟了 这部剧 不会有属于你们的角色 不配有姓名的配角不爽说 你是什么人 凭什么这么说 金主爸爸叶宇潇拽拽的说 就凭你们得罪了我看上的人 今晚陪我去吧 记得打扮得漂亮些 反景来到视镜间 看见众导演排排坐着等着自己 自我介绍完后 还不忘鞠躬感谢导演给他机会 叶宇潇此时也在门口 看见反景一会生气 一会失落 一会又很开心的笑 把剧情和人物都表演得很到位 地旁的人不禁感叹 还以为只是个流量明星 好久没有遇到 这么让我想征服的人了 反景表演完 弯腰卸场时 看见已在门边的叶宇潇在鼓掌 反景没有理会 冷淡地走出门外 两人相近之时 叶宇潇暧昧地对反景说 期待我们下次见面 反景冷漠回答 我们不会再见了 转头望了一眼 导演就离开了 叶宇潇顶着不值钱的样子 走向中导说 怎么样 我没让你错过一位好演员 你是不是要感谢我 中导看着反景资料 侯爷不抬冷淡地说 还不错 难怪你特意发消息让我看看 然后看见一脸花痴样的叶宇潇 心想 你小子是来追星的吗 无奈说道 宇潇 你有空往我这跑 还不如回回家 叶宇潇撇着嘴不满地说 七 老头子又跟你告状 然后抓着中导的手臂撒娇道 小舅舅我都被你举件人才了 其他的救饶了我吧 看见反景的资料 发现他是自己家圣鱼的艺人 饶有兴致地打起了主意说 我现在有个很有趣的想法 两天后 圣鱼公司大谋 反景看着小助理发来的祝贺信息 开心地和大家打着招呼 此时叶宇潇对里给气地出现 领得少女们纷纷脸红 反景还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中 身后突然有人搭着肩膀问 怎么这么高兴 事情通过了 反景惊讶地发现是叶宇潇 随后询问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到底是谁 后面的跟班脾气不好地说 这是剩余新上任的CEO 叶宇潇 叶总 你是哪个经纪人负责的 这都不知道吗 叶宇潇故作伤心地对反景说 反景看着他们的对话 心想 世上真有这么巧是吗 叶宇潇听着助理报告行程 询问反景去不去 得知反景没有被安排在内 玩味地说 是吗 那现在我安排了 搂着反景的 今晚陪我去吧 然后抚摸着反景的脸条细道 记得打扮得好看些 没有给反景任何拒绝的机会 反景小美人啊 你是哪里不舒服吗 时尚酒会上 各种形形色色的人 色批老板照顾着反景喝酒 反景啊 以上一部播出热度不错 下部和你们剩余合作的戏 我很期待有你担任男主 反景硬合着说 陈总排案了 看桌手里的红酒 反景有点担心 这已经是第三杯了 他是想把我关罪吗 但他是公司的重要合作方 又不能落他面子 刚要硬着头皮喝 一只手按住了反景说 等等 叶宇潇挡在反景身前笑着说道 他最近身体不太好 这一杯我替他喝 多谢陈总关教我们剩余的艺人 反景有些疑祸想 他是在帮我解闻吗 应付完陈总 叶宇潇又开始调戏身后的人 都怪你今晚太好看了 谁都恨不得围着你转 反景不好意思的狡辩道 说什么疯话 只见叶宇潇直接上演一杯倒戏嘛 压在反景身上说 哎呀 好像喝醉了 反景没好气说 那么小一杯 醉什么醉 看见反景对自己抗拒 叶宇潇不解的问 你为什么一直对我这么防备 反景反问道 一个路上偶遇的人 转眼成了你老板 换成你怎么想 叶宇潇娇回答 会想我们很有缘 反景听到叶宇潇的回答无奈道 你要是真的醉了 可以去歇会儿 叶宇潇瞬间来的精神问 你在担心我吗 嘴硬心软的反景红着脸角变倒 我担心你出洋相丢公司的脸 叶宇潇看着反景说 咦 你额头出了好多汗啊 那是因为你靠太近了 很热 我去洗手间 适配 说完反景推开叶宇潇 边走边觉得不对劲 怎么回事 真的很热 还有点头晕 在厕所洗了脸后 头越来越晕了 手脚也没力气 一个老色披风身后抱住反景 小美人啊 你是哪里不舒服吗 一边说一边摸来摸去 反景惊呼 你做什么 老色披抚摸着反景的脸说 做什么 当然是好好照顾你了 反景挣扎着拿花瓶往后砸 可惜没有成功 色披条细道 还有力气挣扎 看来糖果没吃够 反景脸上皱便说是你 你在酒里放了什么 色披抓着反景的头发 扯开反景衣服说 放了让你平不清零的机会 边说边贪婪的凑定反景说 听说你不识时务 还不受待见 现在学乖了吗 反景最后挣扎到 我们剩余总裁就在外面 如果你敢 还没等反景说完 老流氓捏着反景下巴阴险道 傻小子 他知道了又怎么样 能用你换合作资源 他只会求之不得 正当反景绝望之际 门碰的一声 被叶宇萧踹开了 叶宇萧嬌的问 你在对他做什么 看见反景眼角带着泪 叶宇萧眼神更冷利了几分 色披放开反景跟叶宇萧解释 吓我一跳 叶总啊 别在这种时候来坏人好事吗 叶宇萧没有接话 用力拧着色披的手 色披气急败坏怒骂 妈的 你干什么 别忘了我们还有项目要合作 叶宇萧力道加重了几分 帅气说道 现在没有了 随后把外套披在反景身上 询问反景情况 色披还搞不清楚状况 指着他们很利的说 我们走着瞧 叶宇萧安慰反景说 敢对你做这种事 我不会放过他的 反景第一次看见叶宇萧生气的样子 但不想用现在这副模样面对他 拨开叶宇萧摇摇晃晃想走 没能迈开脚步就差点摔倒在地 叶宇萧眼疾手快的把反景往怀里带 柔声安慰 没事了 我在这里 昨晚会不会太过了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叶宇萧把反景送回家 除了反景询问 你还好吗 反景撑着燥热的身体回复 没事 我自己进去 就放开了叶宇萧的手 叶宇萧着急跟上说 你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 反景一声打断道 我可以 随后把叶宇萧关在门外 门外的叶宇萧拍着门交集道 要是需要帮忙就喊我 在客厅等待之际不忘电话摇人 查一下 可以的陈老板最近和剩余职工的往来 阴狠道 敢对我的猎物动手 我会让你们都付出代价 随后听到浴室传来咚的一声 叶宇萧打开浴室的门交集的问 没事吧 就看到刺火身体摔倒在地的反景 反景不好意思的撇过头回答 不用管我 但我待在这里就好 然后一键玉筋落在自己身上 身体一清 就被叶宇萧公主抱起来 反景不好意思挣扎道 你做什么 放开我 叶宇萧冷声喝吃 胡闹 准备在冷水里泡一夜 要笑眉姐 你先把自己折腾死了 反景不好意思想 或许死了也比现在这副样子好 叶宇萧把反景放到床上 反景因为要笑忽冷忽热的难受 叶宇萧苦声压着反景生气道 都说了需要帮忙就喊我 非得自己作辞 反景贴开脸不敢直视叶宇萧 你能帮什么 叶宇萧调气道 你说呢 反景挣扎的推开叶宇萧说 从床上滚下去 看着这样还不肯服软的反景 正春光乍现的躺在自己身下 你大概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吧 然后心情越发愉悦的响 越是脆弱越是挣扎 反倒越美丽 今天这一出 或许不完全是件坏事 然后轻声安慰反景 我知道你不愿意 但这不是你逞强能解决的问题 反景命死不屈的来回挣扎 贴开叶宇萧抚摸自己脸庞的手说 别碰我 叶宇萧抚摸着要笑上头的反景说 明明眼前就有更好的解决方式 为什么非要继续忍耐痛苦呢 最终反景还是抵不过要笑的猛烈 叶宇萧抚摸着反景漂亮的脸庞说道 这回可算你自己送上门的 跑不掉了 随后发生了事情 我们看了会长真眼 就直接跳过了 第二天反景醒来 艰难的从床上坐起来 揉着发云的头 不懂自己睡了多久 回想起昨晚和叶宇萧这样那样 反应过来自己的衣服也是叶宇萧帮忙换的 此时叶宇萧的声音响起 都快下午了 你终于舍得醒了 穿得人不狗样的叶宇萧站在门口说 休息够了就来吃点东西吧 睡美元 叶宇萧跟着反景来到餐厅说 我自作主张借用了你的厨房 别介意 然后从后面抱住反景的腰柔声道 昨晚会不会太过了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反景推开叶宇萧有点薄情道 昨晚的事 我们就当做没有发生过吧 叶宇萧生气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 说起来 昨晚我表现如何 你舒服吗 昨晚的事 我们就当没发生过吧 叶宇萧冷着脸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 反景严肃地看向叶宇萧 刚要把话说清楚 叶宇萧出声打断 停 把反景按在餐桌前说 为了防止你破坏气氛 还是先吃早餐再说 拿起碗给反景盛周 你不能一上来就吃太刺激了 我就做了枸杞山药瘦肉粥 暖胃养生 然后献保式地把粥递给反景 一脸求夸赞的表情说 做粥毕竟简单 下次我给你做真正的大餐 反景喝着粥感觉味道不错 心想 看着明明是个四体不情的公子哥 居然还挺会照顾人 反景正识的有味 叶宇萧突然来了一句 说起来 昨晚我表现如何 疏忽吗 反景被这虎狼之词 响得连连咳嗽 生气瞪着喊 叶宇萧 不要脸的叶宇萧打着哈哈 在呢 我就随口一问 你紧张什么 然后深情地望着反景说着骚话 昨晚的你真的很迷人 让我终生难忘 总想把这件事情翻篇了反景 不明白叶宇萧一个劲的山峰兵 究竟想做什么 叶宇萧看着炸毛的反景心情愉悦 想要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一笔勾销 我偏不如你 伸出狗爪握着反景的手说 我们能保持这种关系吗 看着这举动的叶宇萧 反景才明白叶宇萧的意思 抽出手生气反问 你忙活这么多 是为了还想睡我 听见反景把自己的想法这么直白地说出来 叶宇萧脱口而出 当然不是 实则是看见反景看起来有点生气 就想先随便说点什么安抚一下 反景听到叶宇萧回答 生气地抓着叶宇萧的一灵反问 不是 难道你还动真感情啊 叶宇萧深情地看着反景回答 是啊 这突然的深情表白把反景整不会了 然后推开叶宇萧说 大家都是成年人 没必要因为一次意外纠缠不清 听着这熟悉的台词 叶宇萧捏着反景的下巴生气问 反景 你为什么急着跟我撇清关系 你是怕我 反景贴过头直白地回答 我确实怕你给我带来麻烦 叶总 然后站起来说 晚些我助理要过来送剧本 叶总作为上级 出现在员工家里不太好 看着反景开始下注客令 叶宇萧直呼 反景你好了很 然后就生气地摔门而去了 反景看见叶宇萧离开松了口气 然后反省自己 昨晚如果没有他出手帮我 后果不堪设想 不许他真的是好意 我对他的态度是不是太过分的些 夜晚 某酒吧包厢内 叶宇萧和朋友吐槽自己被拒的事 朋友倒着红酒安慰道 不就是跟床办闹得不愉快吗 多大点事 你又不缺人 叶宇萧接过红酒不爽地说 这次不一样 我好久没被人接二连三拒绝了 朋友打去道 这么说我们叶少师碰到了快硬骨头 叶宇萧举着酒杯响起绝美的反景说 没错是硬骨头 越硬越有征服的价值 综毛搂着叶宇萧打去 情场失忆可不是你的做派 有本事就给哥几个见识下你的魅力了 敢不敢跟哥几个赌一把 为了彰显自己魅力的叶宇萧 毫不犹豫地答应 简直就是天之我矮 然后坐直身体到 先不用压下去 给他制造点麻烦吧 妄想把反景变成自己的提线末 被自己情绪而左右 想想都觉得心情格外的好 叶宇萧轻烈地说 想要猎物入网 有时候还需要些外力帮忙 他叫你放手 你听不懂人话吗 剩余大楼内 反景父亲电话叫他给钱 反景不耐烦地答应着 助理跟在反景后面忍不住开口问 景哥 你爸又管你要钱了 明明刚给过不久 反景也很无奈对助理说 不用替我操心 先应付眼前的事吧 门口一堆记者看见反景出来 纷纷举着话筒和摄影机 开始BB输出 反景先生 能接受我们采访吗 似乎以前也有过类似传闻 你不打算做出回应吗 反景也清楚 成为一人一举一动都会被窥探 即便消息不实 被攻击也是细以为常 反景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 突然旁边响起一声喇叭声 反景被拉回了思绪 看到远处叶宇萧提醒他上车 车内叶宇萧自顾自说着 这些记者的鼻子挺灵 我还是第一次感受这么大阵仗 不过你应该见识挺多了吧 我算是和你一起成为绯闻主角了吗 反景心不在焉地问 你觉得这很有趣是吗 也对 刀不从你身上你又怎么知道疼 为什么让我上车 那天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之间联系越少越好 听着反景性情不佳 叶宇萧解释 于公于私 我都不可能看着你不管 让你被拍照片是我的错 你别生气 听到叶宇萧道歉 反景觉得不应该迁怒他 但是又控制不住情绪 叶宇萧看着不说话的反景询问 你没事吧 反景假装不在乎的说 习惯了 我根本没放在心上 等事情热度自然消退就好 话刚说完 叶宇萧突然来了的急杀 反景疑惑问 为什么突然停车 叶宇萧俯身凑近反景说 你呀 嘴上说着不在意 其实心思根本就不在这里了 没发现自己忘了系安全带吗 然后安慰反景遇到事情 不要自己扛 声称自己会处理好 不会影响他的工作 叶宇萧为什么要这么关心自己 突然叶宇萧在反景脸上打了个波 反景捂着被轻的脸扎了毛 叶宇萧一脸无辜举着手抱歉道 一时情难自惊 就当做是我想安慰你了 反景撇开通红的脸说不需要 然后心里盘算 跟这个人相处 真是办客都不能放松警惕 叶宇萧把反景送回小区 到家好好休息 反景应客着叶宇萧和他道别 往电梯口走的反景发现 前面有一群人 陈总看见反景阴阳怪气说道 丢 是反景吧 真巧 正想上去找你 报道看了吗 照片拍得不错吧 说着还想上手摸反景的脸 反景拍开陈总的闲珠手 嫌弃道 鬼远点 你真让人恶心 戏气败坏的陈总还想动手 就听到身后传来 你听不懂人话吗 叶宇萧出现在反景身旁 拍着反景的肩膀表示安慰 大话不说上来就给陈色批一个右勾拳 然后帅气地指着反景宣示主拳道 上次说过了吧 这个人不是你该碰的 陈色披舞着肿状的脸怒骂了几句 吩咐打手小哥 给我上 叶宇萧挡在反景身前说 你快走 反景担心道 不行 我走了你怎么办 看着逼近的人群 叶宇萧上来就给人一脚 突然有个老六举着棍子 想背后偷袭反景 叶宇萧眼疾手快地拽过反景覆在怀里 不出意外地被老六打了一棍 上演了一场英雄救美 我可以追你吗 被打了一棍的叶宇萧 转身就给对方来了一脚 尸痛地捂着肩膀跟反景说道 快走 旁边的红毛朝着叶宇萧挥着拳头 立声道 他妈还有空管别人 身后又有人控制住叶宇萧 不能动弹的叶宇萧生生地挨了一拳 陈色披见叶宇萧被制服了 出声说道 给他点颜色看看 红毛抓着叶宇萧的衣礼刚要出手 反景出声喝止 助手 举着手机道 我已经报警了 你们刚才做的一切都被摄像头拍得一清二楚 等着向警察交代吧 一听这话几人对视一眼 反景紧张走到叶宇萧旁边问 你怎么样了 伤到哪里了 叶宇萧捂着肩膀道 浑身疼 头像是要炸开了 反景看着脸色很差的叶宇萧 摸着他的额头 觉得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说 我送你去医院 细经叶宇萧一脸难受到 不用 拍开反景的手说 不用管我 你说的对 我只会给你惹麻烦 陈总的事情别怪我没处理好 看着字责的叶宇萧 反景解释 我从来没有怪过你 然后生气问 叶宇萧 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 你要怎么才能相信我 叶宇萧趁人之威说 你答应我一个要求 我就相信你说的 反景连忙应导 你说 就听到叶宇萧祈求的语气询问 我可以追你 反景红着脸睁住了 接着又听到叶宇萧查理查气的说 算了 不必勉强 你先回去吧 我一个人就行 反景蹲在叶宇萧旁边 回想起刚叶宇萧帮他挡棍的画面 有点自责想 如果不是为了我 他也不会受伤 他在危险的时候保护 我怎么能放着不管 然后出声道 好 我答应你 听到反景回答 叶宇萧愣住了 不敢相信的看着反景 然后开心的活动着肩膀笑着说 咦 听你这么说之后 突然觉得浑身都好了 这可真是医学奇迹啊 看着叶宇萧这个样子 反景生气道 你刚才就是在消遣我是吧 叶宇萧连忙解释 受伤是真的 只是没有那么严重罢了 反景生气的起身说道 既然你这么厉害 就自生自灭吧 叶宇萧捉住反景的手 装可怜解释 我承认我趁人之危了 但我刚才说的都是真心的 我不会要求你立刻答应 但至少给我一个机会 反景被叶宇萧的鬼话 骚得脸红 有立即说漂亮话 赶紧给我起来别个地上装死 叶宇萧还在卖惨装可怜 要反景扶他起来 反景口是心非的扶起叶宇萧 借着外力站起来的叶宇萧 手机不小心掉到了地上 刚要弯腰去捡 反景顾及他身上的伤说 你站着别动 我帮你捡 捡起叶宇萧的手机 反景不小心看到了屏幕 一脸惊讶 反景捡起叶宇萧的手机 惊讶的发现屏幕锁屏 竟然是自己 反景帮叶宇萧处理伤口说 我有件事情要问你 刚才在底下停车场的时候 我不小心看到了你手机的锁屏 叶宇萧猛难娇羞道 你看我锁屏了 你怎么能偷看少男心事 反景不管他这毛病 上手就捏着叶宇萧的脸 叶宇萧吃痛的球放过 情话张口就来 你之前态度那么差 我只能偷拍以解相思吗 然后握着反景的手 深情地说 不过现在不同了 我可以正式追求你了 反景有点招架不住想 我确实同意了他的要求 然后冷静地说 那件事我是一时情急 才会答应你 我们应该冷静下来再讨论 听到反景这话 叶宇萧着急问 反景 你什么意思 不会是想反悔吧 反景认真地回答 我只是觉得这种事 不能拿来开玩笑 话没说完 叶宇萧就凑了过来 反景不明叶宇萧的意图 一只手捂住 叶宇萧想亲自己的嘴说 你别得寸进尺的 叶宇萧抓着反景的手 故作伤心地说 你怎么跟防狼似的 反景回答道 确实是没区别 叶宇萧深情地握着反景的手心说 我只想让你知道 我并没有拿这件事情开玩笑 没关系 我们慢慢来 我会让你相信我的真心 不想讨论这个话题的反景 解开叶宇萧的衣服 查看伤势 看见肩膀青了一大片 反景心里不是滋味 向叶宇萧道歉 对不起 如果不是为了保护 你也不会受伤 叶宇萧把头靠在反景的肩膀上说 我受伤总好过你受伤 我们公司还得靠反大明星撑场面呢 看着这样的叶宇萧 反景内心挣扎 原本以为他只是从我身上找到了新鲜感 这名利场太浮躁 我也没时间和别人玩真心游戏 我应该拒绝他的 但我想试着相信 叶宇萧靠在反景的肩膀满眼阴狠 今天这笔账我自然会找回来 但也算是因火得福 然后本性暴露的响 反景你想要多少真心 我都能演给你看 第二天 小助理和反景讨论着最近的事情 谣言热搜已经压下去了 色批的公司也正在遭殃 助理问反景知不知道色批 反景回答晚会的时候见过 心想 最近发生这些事情 都是从晚会开始的 是叶宇萧摆平的吗 然后小助理也八卦问 晚会那天是不是叶宇萧送你回的家 反景有点严肃道 就你八卦 助理接着八卦 他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很热心 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反景提醒道 他是老板别下说这种事了 助理时区的离开 去确认反景的行程 反景在休息间喝着饮料 手机突然收到一条信息 叶宇萧发来的询问 能否一起共进午餐 反景看着信息想 这个人还真是不放过任何机会 突然有个帅哥过来打招呼 嗨 你就是反景吗 随后开始套近乎自我介绍 反景哥 最近看你蛮春风得意的 我是陆阔 跟你一样是这家公司的演员 不过咱俩没有搭过戏了 然后凑近反景问 你跟叶总睡过了 对吧 见反景瞪着自己 陆阔接着说道 你别瞪我 我没有嘲笑的意思 这种事情在圈子里很常见 反景愤怒说道 我跟他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 至于其他我没必要跟你解释 陆阔继续说道 这有什么好否认的 你又不是第一个攀上叶总吗 叶总在国外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找小演员小模特娃 这大家都知道 反景不可置信地问 你说什么 听完陆阔非一夜雨消反景说 私自散播关于老板的留言 你想清楚后果 陆阔茫然 怎么就成留言了 我有个朋友开酒吧的 前不久还给叶总介绍过床办了 陆阔言于反景 听说叶总眼光可高了 我是真心羡慕景哥 你能讨他欢心 有了这座靠山以后 还愁没有好资源吧 听完这话 反景严肃跟陆阔说 我再说一遍 我和叶雨消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关系 陆阔站起身满不在乎说 好吧 就当是我误会了 本来想着都是自己家人 还能跟你打听一下 叶总有什么特别喜好呢 反景看着叶雨消的信息 满脸嫌弃 如果陆阔说的是真的 那叶雨消对我说过的话 又算什么 叶雨消对我做的 或许只是他跟别人玩剩下的套路 然后反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邀请 但是又想到叶雨消为了救自己 受的伤不是假的 越来越看不懂了 最终反景还是全副武装来的餐厅 询问服务员是否有叶雨消的定位 服务员翻看预定信息回答 叶先生已经到了 说着就带反景过去 反景跟在服务员身后不断说服自己 思来想去还是应该当面问清楚 何况这是第一次约我出来 我不想错怪他 抬头就看见叶雨消和陆阔有说有笑做一起 陆阔还暧昧地伸手摸叶雨消的手 突然叶雨消看见一个很熟悉的背影 正转身向外走去 叶雨消匆忙下楼抓着反景肩膀 反景 我还以为是看错了 你不是说有事不能一起吃饭吗 反景拉下口罩阴阳怪气 那也没耽误你随时找别人一起吃 叶雨消捉着反景开心询问 你好像不太高兴 难不成是在吃醋 随后解释 我跟那位一人有工作上的事情要聊聊 抚摸着反景的脸继续摆骗道 如果我知道你能来 肯定会把时间留给你 反景拨开叶雨消的手说 你们聊的是工作上的事 还是床上的事 反景转身说 想盼你高知的人应该不少 不打扰你施展惯用伎俩了 叶雨消知道发生了什么 抓着反景的手问 到底怎么了 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吗 此时路过走了下来打招呼 反景哥 真的是反景哥啊 怎么你也来这里吃饭吗 反景甩开叶雨消的手回答 路过而已 不必在意我 叶雨消有点恼怒 好不容易才有点进展 之前的努力都要付出东流梦 看见反景离开 路过开口吐槽 早上聊天也这样 一副看不起人的样子 叶雨消冷眼询问路过对反景说了什么 路过满脸冷汗打 没什么 我以为你们也是 叶雨消狠狠的看着路过威胁 我最讨厌的就是管不住嘴的家伙 如果你做不到 我们的关系就结束吧 这晚下着大雨 反景坐在窗边看着一直震动的手机 无奈接起说 希望你明白 别人挂断你电话就是不想被打扰的意思 反景刚要挂断电话 叶雨消轻声说 你先别挂 我在你家楼下 反景震惊地站起来走到窗边 发现叶雨消真的在外面 他究竟想怎样 叶雨消卖惨 我就在这里等你 直到你愿意听我解释 反景拉上窗帘装作无情说 你愿意等就等着吧 我是不会听 也不需要你的解释 然后果断地挂了电话 挂断电话的反景看着手机沉思 从第一次见面 我就该知道叶雨消是个招风影碟的性子 窗外还传来叶雨消的声音 反景 别这样 今天见不到你我就不走 给我五分钟就行 见一面 反景听着叶雨消祈求的语气 内心有点挣扎地说服自己 趁一切还没开始 其实止损才是最明智的行为 天空突然雷声轰鸣 反景被这响声下的一惊 担心地看向窗外 最终还是心软了 叶雨消擦着脸上的雨水 望着楼上呢喃 我赌他会心软 是我过于自信了吗 突然一把雨伞遮在了自己的头上 叶雨消惊喜回头和反景四目相对 反景把雨伞塞给叶雨消说 你回去吧 在这里站着也没什么意义 转身就想离开 拿着伞的叶雨消 拉着反景的手腕 苦情的戏码说来就来 哀求的语气说 别走 你特意下来给我送伞 说明你还是关心我的 对不对 既然这样 你就更应该听我把话说完 反景抽回手腕冷漠回答 叶总会错意了 我只是不想害老板病倒 因此丢了工作 至于其他的叶总不欠我 又何必解释 然后反景又补了一句 至于您之前说过的事 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 叶雨消望着反景决绝地说出 我们不合适 请您不必再费心招惹我 转身就要离开 叶雨消像是受到了什么打击 你拿着反景说的那句不合适 任由雨伞掉落在地上 反景看着满脸失落的叶雨消 有点不忍心 就听到叶雨消难过地说 就因为别人的一面之词 你就不愿相信 我为你付出的一切 甚至连解释的机会都不肯给我 反景转身说 够了 究竟是一面之词 还是事实 你自己心里清楚 回去吧 听到反景这么无情的话 叶雨消像是失去了支撑 倒在了地上 反景听到声音 还是做不到见死不救 焦急地跑到叶雨消身边蹲下 叶雨消抓着反景的手说 反景 别走 然后又开始装可怜博同情说 我真的没有骗你 不是你想的那样 反景看着这样的叶雨消 有点心疼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说这些 叶雨消抓着反景的手说 我只是想和你解释清楚 反景扶起叶雨消 不管什么事 你先跟我回去再说 听到这话 叶雨消一脸得意 用苦肉计又住进了反景家 坐在床上擦头发的反景 开始反省 明知道不能对他心软 但怎么就没办法不管他 突然叶雨消出声喊 反景能帮个忙吗 看着裸着上身的叶雨消 反景脸色皱红 你怎么不穿衣服 叶雨消拍着胳膊苦笑说 我肩膀疼 抬不起手来 是那天为了保护反景受的伤 反景无奈地叹着其说 过来吧 我帮你 反景帮叶雨消穿着衣服说 你到底怎么想的 领几个小时的雨很有意思吗 如果我不下去 你就打算领死吗 不放过一切机会 撩拨反景的叶雨消 上手把反景往自己怀里带 十分暧昧的距离 使得反景不得不和叶雨消四目相对 你做什么 就听到叶雨消委屈的回答 你冤枉我和别人私混 就算不领死 我也委屈死了 然后 拉着反景的手 按在自己胸前 又是一顿深情输出 然后深情地吻着反景的脸庞说 他们说什么我都不在意 唯独你不能误会我 然后满脸柔情地看着反景深情表白 因为你是我真心喜欢的人 雨还在猛烈地冲刷着窗外世界 丝毫没有要停的迹象 反景坐在床上 心不在焉地看着剧本 每次决心不再跟他纠缠下去 每次却都拿他没有办法 回想起刚才叶雨消对自己的深情表白 反景又开始心软了 我该相信你吗 叶雨消 正想着出神叶雨消靠近反景喊着了 睡着了都不忘使唤人 然后发现有点不对劲 叶雨消的脸变得通红 呼吸也很沉重 反景上手摸着叶雨消的额头 好烫 下午真的不该让他淋那么久雨 一声声唤着 雨消 雨消 先把药吃了再睡 叶雨消睁开眼睛 看见反景拿着水滴给自己 借着反景的力道坐起身来 反景 我头疼 嗓子也疼 反景给叶雨消擦着汗 发烧了当然难受 我帮你擦下身 你继续睡吧 睡醒就没事了 叶雨消看着红着脸 给自己擦身子的反景 逗取得拉开衣精调戏 来吧 又不是没看过 你怎么比我这个病人脸还要红 反景不好意思 你这个病人怎么这么多话 叶雨消不合时宜的剧烈咳嗽 反景看着有点担心 奥斯卡引地叶雨消靠在反景怀里 不太好 除非你上来陪我 反景无奈 算了不和病人计较 拉开被子说 不传染给我你不甘心是不是 叶雨消搂着反景的腰说 你真好 反景错愕 你当自己还是小孩吗 这么腻外 叶雨消把眼前人扑倒在床上 还有更腻外的呢 搂着反景的脖子就一顿轻轻 反景不知所措 抓住叶雨消手说 你这人 生病都不能消停惠儿吗 叶雨消睁着卡字兰大眼睛 聊拨道 心上人就躺在身边 就算是回光返照 我也得直冷起来啊 反景不满地把叶雨消的脸 捏成正方形 瞎说什么 给我老实睡觉 再胡闹信不信我把你扔出去 重新躺着给叶雨消盖好被子 今晚可不能再着凉了 看着有人这么关心自己 叶雨消开始一点点沦陷 虽说身边从不缺人 但他们都是为了从我身上得到好处 这还是第一次生病 有人这样照顾我 反景看着叶雨消 肉麻地看着自己傻笑 有点不好意思问 干嘛笑得那么肉麻 看着我 在想什么呢 叶雨消一正不知道自己刚才是怎么的 然后又开始对反景撒娇 在想这可是为你生的病 要对人家负责 反景强忍着把人丢出去的冲动 我看你确实病得不轻 一阵吵闹过后 两人开始进入了梦乡 没有睡着的叶雨消感慨 这还是第一次和人安静地躺在床上 没有激烈的交叠和情话 仅仅只是躺着 既然能让我感到这么安心 两人就这样一味地睡了一夜 反景在叶雨消的怀中醒来 额头抵着叶雨消的额头 探测热露 幸好已经退烧了 看着熟睡的叶雨消 反景有点出神 没想到平时一副不正经的叶雨消 还能有这么安静乖巧的一面 手指顺着叶雨消的脸 划到嘴唇 轻声说 叶雨消 其实我 话没说完就被叶雨消握住了手腕 睁着眼睛问反景 其实你什么 刚睡醒的叶雨消抓着反景的手 深情地问 其实你什么 被突然抓包的反景抽出手 其实我真的很烦你 看出反景口是心扉的叶雨消 重新把反景扯回床上压在身下 撒谎 不说真话就不让你走 被压在床上的反景反应过来 推着叶雨消说 力气这么大 看来你的病已经好了 当话小王子真的不是浪的虚名 情话张口出来 你就是我的良娜 不但能治病 还能让人上瘾 拉着反景的手放在胸口说 这里已经离不开你了 叶雨消的甜言蜜语没人能拒绝 一向理性的反景也不例外 心脏强烈又迫切的跳动声 让反景分不清是自己的 还是叶雨消的 埋在反景骨梗间的叶雨消继续摇拨 好喜欢你 喜欢你到现在就想让你 四目相对的两人 气氛也正好 刚要发生点需要打马赛克的事情 电话打破了这暧昧的氛围 叶雨消气呼呼地说 别管他 我们继续 反景安抚着叶雨消笑地说 别闹 让我先接电话 看见是自己父亲的电话 反景脸色立马就冷了 拿着电话坐在床边接听 随后走出了房间 语气强硬地对电话那头说 不行 你做生意随便你 不要用我的名义 叶雨消不耐烦地 在床上看着反景床头的相框 难难自语 则 偏偏在快得手的时候 看见反景脸色不太好地回来 怎么接了个电话 就闷闷不乐了 叶雨消摟着反景问 还好吗 需要跟我聊聊吗 反景一脸疲惫 不想聊这个话题 脑袋全是那当时的叶雨消说 那么让我来让你忘掉 不高兴的事情 反景推开兴致勃勃的叶雨消 算了 我现在实在没有心情 叶雨消很是恼怒 但又不好发作 继续哄着反景 好 都听你的 我们之间不是强迫关系 反景揉着叶雨消的头发 一会儿你也先回家吧 我还有拍摄工作 摄影棚内 状态很好的反景正在认真营业 中场休息期间 看见叶雨消站在旁边 一直注视着他 反景走过来打招呼 一个总裁亲自来宾拍摄 是不是不太合适 叶雨消拉着反景抛眉眼说 我这是对公司项目上心吗 故作伤心问 还是说你不想看见我 反景无奈解释 我没有这么说 叶雨消把反景拉向自己 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刚要做点什么 就被助理打断了 助理拿着手机递给反景 景哥 你爸刚才又给你打电话了 要回吗 反景有点不耐烦说 不用管他 转身看向叶雨消 此时导演的声音传来 反景老师咱们可以继续拍摄 两次被打断好事 叶雨消很不熟 拿起电话 拨了个号码分布 你把反景的入职档案调给我 细查一下他的家庭状况 尤其是他的父亲 调查清楚反景的家庭情况 叶雨消有点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担忧 没想到反景家里情况那么复杂 开着车驶进反景小区 回想起刚才助理介绍反景的家庭状况 反景的父母在15年前就已经离婚了 他的父亲在跟他们母子断绝关系后 又在外面欠了各种债款 自从反景失业步入正轨后 他父亲就开始联系他 频繁的向他要钱 叶雨消有点侵略到 甘心做这种人渣的提款机 该说你善良还是傻 但这对叶雨消来说谈不上是坏事 毕竟有弱点的人更容易被拿捏 门外响起敲门声 反景以为是叶雨消 怎么又不打招呼就跑来了 开门震惊的发现是自己的父亲 跌跌撞撞的走进来 爸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罪气熏天的父亲冷哼 你还有脸问 如果不是你不接电话 老子至于大老远跑来吗 说完还打了个酒阁 看着这一身酒气的人 反景也不好说什么 你先坐下休息 等清醒了我们再谈 反复指着反景大骂 别他妈扯淡 你就说你答不答应给我电站台 反景硬气的回答 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你了 反复开始打起感情牌来 你就不能念念我们的父子情分 自己住那么大的房子 老子流落街头这很光彩嘛 说到这反景就来气疯狂输出 你当年抛下我和妈跑掉的时候 怎么不念念情分 我靠我自己的本事挣来的房子 有什么不光彩的 倒是你 这几年被别的女人骗着欠下一大笔债 就很光彩嘛 气急败坏的反复甩了反景一个大逼兜 他妈的翅膀硬了是吧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 指着反景说 知道错了吗 反景捂着红肿的脸 我确实错了 你第一次跟我要钱的时候 我就该拒绝 也不至于闹成今天这样 反复被激怒了抬手还想打 反景闭着眼睛迎上去 疼痛感没有像预期那样传来 叶宇霄挡在反景面前抓着反复的手 冷眼问 你是什么人 然后对反景解释 自己看到门没关就直接进来了 询问反景还好吗 然后把反景挡在身后说 您是反景的父亲吗 有事可以好好商量 何必动手呢 反复一脚踢倒茶几 操 我教训我儿子别多管闲事 叶宇霄牵着反景的手严肃对反复说 这还真不能算闲事 反景是我公司的一人 以他的名义进行的一切商业活动 都需要经过我的同意 听到眼前的是反景老板 反复有点怂了 听到叶宇霄继续说 刚才你的所作所为 已经侵犯我一人的人身安全了 我完全可以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然后大方说 你无非就是要钱 我可以给你出这笔钱 但是绝不能挂反景的名 他也不会为你的生意站台 一听到有钱拿 反复脸色马上转变 连连点头答应 随后转身离开了反景家 反景不满挣扎道 等等 我还没答应 叶宇霄拉着反景安慰 让他走吧 省得打扰我们 好了 都解决了 已经没事了 反景生气推开叶宇霄 什么没事了 谁让你刚才跟着做那种保证 叶宇霄急忙解释 我想帮你 你以为你是谁 别插手我的事 发泄完的反景 突然意识到自己说的有点重 看着叶宇霄大辣的脸 有点不好意思道歉 抱歉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叶宇霄抵着反景的额头 没关系 我明白的 反景搔红了脸 害羞的转身收拾起了客厅 手指不小心就被破碎的瓷片划伤了 叶宇霄连忙关心询问 没事吧 看着紧张过度的叶宇霄 反景笑着说 没事 就是稍微滑了一下 叶宇霄严肃的看着反景被划伤的手说 别动 然后舔着反景快要愈合的伤口 这种操作真的只有叶宇霄才能做得出来 骚得反景语无伦次的红了脸 叶宇霄骚气的舔着反景快愈合的伤口 轻着反景的手指流腻的说 你不能受伤 再小的伤也不行 反景披过脸 别说这种肉麻的话 叶宇霄又开始够反景 一 我的意思是 你作为演员不能随便磕碰 你是不是想多了 听着叶宇霄打去自己 反景生气的站起身想离开 叶宇霄求声欲萌长 拉着反景手解释 别生气嘛 只是想逗你一下 然后拉着反景往外走 跟我去一个地方 反景不明所以的跟着叶宇霄出门 两人来到了游乐场 坐在摩天轮里向下望去 反景问 你说要带我来的地方就是摩天轮 没错 这几天看你愁眉苦脸 想着这样的地方 你心情或许会好点 然后有点人傻钱多的说 不必担心被人认出来 我已经把整个摩天轮都包下来了 望着窗外的角色 反景感慨 有多久没来坐过摩天轮了 上次还是和父母一起的 想得出神 就听到叶宇霄道歉 今天擅自处理了你父亲的事情 抱歉 但看到你父亲 让我想起这段时间的各种事情 一想到你经常被这样为难 我就忍不住 反景安慰说 我没有怪你 反而感谢你帮我解围 虽然这种事情 反景早就习惯了 但是第一次有人在他需要的时候 陪在他身边 让他很感动 叶宇霄突然把反景揉进怀里 反景 跟我在一起 让我来保护和照顾你 面对这样的躺一套蛋 反景有点动用 回想起叶宇霄对自己的表白 也有一段时间了 但自己一直没有回复他 心里又有莫名的退缩和苦惧 这就像是幸运之神 在跟我打一个毒 叶宇霄的真心到底有几分 自己又是否能接得住他的心意 然后推开叶宇霄说 我还没想好 叶宇霄看着这样一脸心事的反景 又拒绝了自己 有点伤心 以退为进说 当我没提过吧 我不想逼迫你 然后又开始卖你的眼睛 你一直不信任我是对的 我没能保护好你 反而让你不断受到别人伤害 但就算是这样 我还是会等你有一天能卸下心房 更依赖我一些 看着这样的叶宇霄反景是心动 那如果永远没有这一天呢 万一我只是吊桌你了 叶宇霄一听反景这话感觉有戏 拉着反景的手在唇边亲吻说 那也不是你的错 喜欢你是我自己的决定 我会一直等下去的 反景没有想到叶宇霄会为他做到这种地步 下定决心跟随自己的心 搭着叶宇霄的肩膀说 有时候我最大 我们的关系对我来说就像一场豪赌 但这一次 我愿意赌上我的一切 说完就主动贴上叶宇霄 叶宇霄有点惊讶反景的主动 捂着自己的嘴唇 一脸回味的看着一旁脸红的反景 扣住反景的腰让他看向自己 阿景 你再也反悔不了了 你永远都是我的人 被聊得脸红轻跳的反景 害羞到 谁是你的人 不害臊 一只大手看见了反景的衣服 反景哀求不要在这里 叶宇霄暧昧的在反景耳边低迷 放心 没人看见 我实在太高兴了 反景靠在叶宇霄肩头 其实 小时候很喜欢摩天轮 但后来觉得一个人的风景也没什么意思 叶宇霄压着反景满脸深情的保证 不会是一个人的 我会陪在你身边 然后十分得意的凑近反景 回想起自己在反景房间看到的照片 心里提供摩天轮吗 或许可以利用一下 感谢观看